我还是头一会看到的 满箱电石头的那个局务霸 这车子一开出来 是恶毒了一哈子的威国来了 都在吵着这个摩托车子 您这个这么大车没有啊 没有 这是第一次建的 您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不知道不知道 那这到底是个摩托车子的 它是搞摩执式的的 我们来听它是专业人 是什么话说的呢 这个车是那个叫硬梁车 它主要是这个用于这个 高速铁路上这个 工程施工用的一种设备 这个车长度有接近40米 接近40米 它一共有这个26个轴线 就是26排有26个轴线 有208个车轮 这辆云两车长有38米 宽3米高2米起 可以载中楼不登 另外啊 它还有两个心掌 就是两台大动机 嘿嘿 你要不要看它这个扫大的块头了 它干嘛灵魂 要它往左啊 它不敢享有 要它享有了 它不敢往左了 它的灵活程度是相当灵活 因为它这个车子 可以是八字形的转向 另外它可以这个斜行 就是横着走 斜着走 但是就是小角度的斜行 无论驾驶 因为什么它有些 在那个未良的时候 那个工况比较恶劣的时候 这驾驶员在里面 它没办法这个观察 它就在能要在外面 可以通过像那个 打游戏机这样的遥控方式 用一个很小的遥控器 可以把它这个 灵活的操纵 云两车陪着了 先进的伪点老孔子奇 依靠自动化控制 投降识别 投降距离等积蓄 可以实现多么是 转向 自动巡航 等高难道控制航梦 达到或接近了 国外同类产品的 积蓄性能或水平 那么说这个车子 咋不咋